好 回到我们台湾共同团 那我们给大家来了解到的是 金普聪得回到台湾 那么目的呢 眼前看到在国内 那当然就是今年底的选举 大家对他认知就是 复选大将嘛 那这年底的选举2014 特别是六都选举不能输 因为影响2016 但重要的还有呢 马总统在去年底自己就抛出来 希望在今年10月份 北京的APAC会议 能够跟习近平会上一会 这个马席会对马总统的历史定位来讲 非常非常之关键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带你来看到说 金普聪这次的回来 刚才说到了 很重要的七合一选举跟马席会 那么现在马席会 到底是不是有可能 已经开始在动了起来 来看到的是呢 在11号马上 今天是6号 5天之后的王章会 我们的陆委会主要王玉琪 跟大陆国台办主任 张志军的一个会面呢 南京的现场的王章会 一旦登台 其实就已经开始启动了 今年APAC10月份 可不可能马席会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枢纽 这一旦启动了之后呢 接下来的发展 是不是能够如马总统所愿 当目前不得而知啦 重点是说呢 马总统也强调说 中共说过 不会透过APAC跟他碰面 那该怎么办呢 未来无法预料 自豪努力创造条件 不过呢 在农历年前 美国倒是说乐观其成 所以看到这里的话呢 我首先请教范世平老师 所以这样看来 这个马席会条件成熟了吗 我认为现在大陆 还在做最后的评估 现在正反的意见 其实是两极的 两极 还占势均力敌吗 正反意见 对 目前来讲 一方面 从正面角度来讲 因为我们知道 大陆习近平上来之后 他一直想要进行 所谓的政治谈判 但是马总统一直讲 是不可能 所以这次呢 如果说马英九 真的到北京去的话 对大陆部分支持者 他们认为是说 这种某种程度 也是一种政治谈判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 台湾本来是拒绝 那现在主动的话呢 那这可能是一个 很重要的历史的积聚期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 这个习近平上来以来 就两岸的这个互动 是比较停滞的 包含我们看到 这个两岸的福贸协议 或者两岸互设办事机构 都这个相关法案 都躺在立法院 看出习近平上来之后 他跟胡锦涛时期 有这个18项的协议的签署 等等来看得起来 他对台工作 相对来讲进展比较有限 所以如果说 习近平跟马银九 能够见面的话 这当然是具有一个 历史的意义 也看得出 他在对台工作上 是有一个具体的成果 那更重要第三点就是说 这个中国大陆目前 他在这个对外方面来讲 中日关系非常紧张 中美关系 其实也相当的这个对立 那他跟俄罗斯跟印度 的关系是既竞争又合作 所以他两岸关系非常重要 对于他建立一个 稳定的一个周边外交 牧林外交 是他非常重要的一环 所以我觉得两岸关系 目前来讲 对中国大户来说 也算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但是反对的声音也很大 因为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会让这个 如果说我们马总统 真的去参加 因为我们知道 根据之前我们参加 APEC的这个 相关的一个协议 就是针对这个西雅图的 一个共识 我们台湾是不能派 这个所谓的总统 或副总统参加 所以我们最高 就是到卸任的副总统 包含像连战肖万长 那主要就是因为 中国大陆担心 如果我们一有 我们的总统 或副总统参加 会变成所谓的 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 或者是台湾问题 国际化的问题 所以基本上来讲 中国大陆一直很坚持这一点 如果这个突破之后 那日后会变成是个惯例 因为你不可能说 只给马英九 总统参加一次 明年不让他去 那如果说2016年 台湾政党轮替的话 如果是民进党执政 我是不是也要 让民进党参加 就会变成是一个 他们比较棘手的问题 第二个他们担心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这次 让马英九总统参加之后 那马英九参加 这个北京的APEC 他可以跟欧巴马 可以跟安倍 可以跟朴槿惠 各国领袖见面 那台湾的问题 就变得更加的复杂了 变成不是一国之内的问题 那第三个就是说 他们认为说 如果说马总统参加 对于今年年底 或者2016年 究竟国民党的选情 有没有帮助 他们还在观察 对 这是很务实的 这个不止自身利益 也要看看 那么台湾接下来 因为要大选了 其实对岸对台湾的观察 在2014能够有什么表现 恐怕也在这边 也是打问号 更何况是2016 那不知道刘伟委 您怎么看呢 因为对亲民党来讲 其实两岸间交流 也是都赞成的嘛 对 那再接下来说 我们说为什么 特别强调 今年北京的APEC会议 恐怕是两岸领导人 会面最好的一次的机会 因为刚刚讲到 领导人的身份 台湾的总统副总统 能不能去 这回在北京办 北京或许给破例 下回在别的国家办 我北京可以继续 影响他们不准 让台湾的领导人去 您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还是其实马总统 真的得靠习近平 来加持才有好的名声 当我们听到 北京的国务院的发言人说 这不可能的事情以后 我们就觉得说 当然刚才范老师提到 西雅图的那个约定 那个其实早就已经 讲好的事情 但是你就可以发现 我们这边的马英九总统 或者他所谓他的幕僚 是不是因为自我感觉良好 很简单 我们就当做 不晓得西雅图 协定这个事情就好了 我们怎么可能说 到了北京的这个 所谓什么 那个地点说 好 金马台湾的 这个经济什么什么领导人 马英九出现 然后中国大陆也不喊名字 这个大陆地区 什么什么经济实体的领导人 他可能这样吗 美国他怎么讲 北美 北美什么贸易协定的 这个领导人 不可能嘛 一定讲哪一国总统 哪一国什么 一定这样 所以这个事情 本来就不可能的 那就是有两点 第一个 我们马英九总统 自我感觉良好 他始终觉得 我到IPAC去 反正我们就是讲经济 我们不讲政治 第二个人 他幕僚给他错误的资讯 说可以用这个方法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有参与过两岸协商的 这些经验的人都知道 两岸的事情 绝对不是哪一方 自己来放话的 像我们这边 一再放话说 我们就是要去 我们就是要在那一天去 我们就是要到那个河 那个什么河 或什么山那边去 拜托一下 你这个都太不了解 难怪那个两岸孤儿 叫什么高虹年 两岸的老兵 他就最可怜 他最为协商的人 现在被丢一边去了 不可能做的事情 就不要在那边胡说八道 让人家看到你的自负其断 然后再还有一点就是说 这是不是个假议题 但你看中国大陆 现在面临什么问题 他的领导人缠身之后 一直到现在薄熙来的事情 下个礼拜周永康的事情 可见他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 崛起了中国被围堵的情况 还继续产生 第二个 他国内 他们自己内部的 这个贪腐的问题 他们在禁奢 在打那个双规 请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 他们还要安定内部 所以你看他有还死 或者周永康的事情 他也说是考虑还死 还是各种结果都有 什么道理 他要安定内部 所以台湾的议题 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只不过台湾很急 iPad也好 不管到最近的所谓的服帽也好 所以张志勇讲 我们服帽的深度之深 广度之广是前所未有 是为什么 是台湾要的 可是你要的 结果你也做不到 什么原因 因为马英九总统 你不如李登辉 你更没有金国先生的哑量 至少当年这两位 威权时代的总统 他们都还知道跟在野党的协商 所以你不懂跟在野党的协商 更可怕是 他也不跟国民党协商 对不对 所以你们国民党里面 也不想要马中文要干什么 所以服帽协定下来以后 全部国民党都被骂 所以他们怎么投票 如果这位要选市场的人 我看你就退登记 不要登记了 其实服帽站上现在 这很重要的一个关卡 卡森那还是进不了立法院 进不了让他能够赶紧的完成 接下来我们说 有人之前还分析 那这个王章会要会什么 就说好像带不出什么样成绩单 去跟人家会面 那会完还能代表什么呢 不过任俊你觉得呢 其实王章会是不是就已经启动一个 类似 类政治谈判的一个 一场的一个开始了 当然我觉得 如果两岸的官员 正式的有所谓的见面 或者任典党那时候握手 那相对的来讲 代表是两岸关系 事实上从一个所谓的民间交流 迈向了一个像您刚刚所提到的 官方式的 或者甚至可能有为所谓政治谈判 去做铺路的一个问题 不过我比较关心的 比如说像马席会这样的一个议题 就说这两个人到底希望 透过会面得到什么 马英九希望透过马席会 得到什么东西 或习近平透过马席会 来得到什么样东西 当然现在回来看 因为刚刚您特别提到 像福贸协议这件事情 其实就我自己 对中国大陆那边的了解 应该是这样讲 中国大陆他其实蛮在乎的是 我今天来跟我对口接触的人 他到底有没有实质的影响力 还有他的实质作为在哪里 事实上以福贸来讲 其实对马英九总统 很伤的一点在这里 就是说你今天派去谈判了 或者是签署回来的协议 但是就发生了 像刚刚郭主任所提到 他根本没有办法在立法院 被通过的时候 其实这个东西 某种程度上面来讲 对于马英九 中国大陆对马英九总统 他能够实质上 有多少的政治的实质影响力 或者是作为 其实我认为是会有点存疑的 所以也会看到 像刚刚刘委员所提到 其实中国大陆对于 这所谓马习惠这样 他们有他们的看法 而我们有没有可能 变成是自己一头热的 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我认为应该是说 王玉琪跟张志军两个人 在接下来的会面里面 我们应该去观察是 他们到底会 痛触到什么样的议题 如果只是就所谓官员里面 在一个正事场合里面 一个很行李如意的握手的话 基本上我不太认为 两岸的关系会因为这样子 而有再多的 再更大一步的改变 还是要看福贸协议 未来在立法院的时候 到底会怎么样的过关 重点是何时能够过 过关的版本内容 是不是真的完全没有做调整 这当然就是大家的 开尊马上帝法院 也要开议之后 要很观察的重要的一个重点 那现在讲到说 对岸的探法 刚才老师分析 恐怕也还在这边研究 到底该不该让习近平 来接受这个马习惠 现在马英九总统 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请求 那重点是 美国是乐观其成的 所以我们请纪委员来看到说 我们知道金普聪 我们刚一直聊 金普聪驻美大使这一年多 美国对于海海两岸事务 怎么可能会不关心 而且怎么可能会不插手 所以美国现在会说乐观其成 那表示 是不是有可能金普聪驻美 当然当初会 前一两年前 他为什么要去驻美 驻美为什么需要他 所以说他也是能够传达 马总统的意志 而且让美国能够完全放心之外 除此之外 他们有别的任务吗 还是一年多前 他早就在铺牌马习惠 都有 金普聪先生是 最能精准传达马英九意志的人 这大家都众手周知 无庸举证 当然我们最重要的外交关系 除了中美 还有跟台湾 中国 美国 还有日本 三个国家 算是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当然他应该先身兼 中国大陆 还有美国都有 刚刚各位来宾讲说 如果说马锡惠见了面 没有什么重要的一个建树 见面有什么意涵 我觉得 其实他的意义就在此 马锡惠我先定调 互猛起立 你说马英九历史定位 怎么讲 因为你在国内 整个内政上也好 甚至于国内民众对你的观感 甚至于前阵子的王建仙 建造院长不是说马英九的定位怎么样 所以国内这块就不管了 你现在能够给你历史定位 就剩下两岸跟外交 就这样子 两岸马锡惠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指标 过去有联合会 连爷爷到中国大陆见胡锦涛 我也有去 2005年 已经有联合会两党的主席见面了 接下来两党实际的领导人见面 那更有指标意义 自己能够讲出什么 我觉得那不是非常重要 我讲一个很简单的历史故事 六春秋战国 秦王 秦爽跟赵国 见面的时候 秦王要求赵王敲个乐器 那被逼的 勉强敲个乐器 他就请到使官讲说 某年某月某日 赵王为秦王昼夜 然后令向如就很生气的 他也拿过去请秦始王也要敲一下 秦始王刚刚开始不愿意 他说你不愿意 我头就去撞你 就这样子 后来被逼的秦始王也勉强敲了一下 结果令向如就说 请使官记下来 某年某月某日 我们秦始王为我们赵王昼夜 这样子 那就是要留下一个历史见证跟定位 这情况是一样的 我觉得见面互蒙其力 只是习近平不急 我们比较急 我们有时间压力 这个女大不中流 我们蛮久的任期有限 所以我的看法 APEC重时没有办法 因为记忆很多因素 至少前后时间可以 到明年 我觉得难度非常高 很简单 现在你到中央大陆去 可能杂音比较小一点 为什么 这些五都的首长 或是这些相关县市首长觉得 因为这国家城市不会谈得太多 可是到了明年 五都选完了 县市首长选完了之后 马上我们总统候选出来了 我跟你讲 到时候如果总统候选人 不管男绿 表示不同意见 国民党也好 民党也好 总统候选人 他的说法 说得跟马英九不一样 你说你去不去呢 我说一下 我刚才那一点就不敢讲 因为他把它讲出来了 请问马英九总统 所说的事情 中国大陆说 那你是代表谁 你做完了以后 下一任总统接不接受 甚至于说 你说完了以后 搞不好2014 因为你来到大陆以后 而让2014蓝军 输得一大糊涂 也不一定 所以今年不是适合谈的时间 明年更不是了 所以两年后的总统 如果是宋楚瑜 那很多事情好好摆平 明年应该是今年的 应该是今年 今年不可能 至少进展 现在去 赖信员担了四年的 陆会主委都没过去 我说实话 现在 2008年 过去那个小朋友去 人家当他小孩 你知道吗 2008年身世最高的时候 马英九就应该讲了 当时民进党趴在地上 你为什么什么都不敢做 现在去做 什么事都不是 所以我就定位 你把它定位 我也把它定位 这个叫假议题 好 所以大家看官 可以再看下去 在这里很多的复杂的 政治层面纠结的情况之下 怎么做才能达到最大效益 只是我们会好奇 这最大效益是谁的最大效益 马总统历史定位 还是全台湾大家日子 给过的更好呢 好 那讲到历史定位 我们待会回来 就带大家聊聊历史的问题 台湾的孩子们 教育所教育的历史观点 一个历史事实 到底哪个版本才是对的 最后为什么在过完年后 这又成为讨论的焦点 好的 我们待会儿 这个小小队 石刘 石刘 石刘